因为现在美国有几个大动作 首先1.9兆的疏困已经过了 紧接着又有3兆的公共建设的方案 表示美国很热 投资的钱基本上就是往热的地方去 所以过去 因为中国在这波的疫情 算是他比较快复苏的 所以之前中国还不错 可是现在美国人家做这些事情 钱至少就真的就被带走 所以导致中国很多企业真的是刹在蛋 所以你看之前人行的很重要的经济委员会的委员李道奎 是中国非常有名的经济专家 他就跳出来说 中国这些大企业真的债务非常非常的严重 光今年只看房企的部分 其实就已经有四百多亿美金要到期 四百多亿美金很可怕的数字 那这些问题当然就直接影响到这些房企 他要想办法找钱 他说钱要跑掉了 那怎么找钱呢 只好怎么样 加码给利息 这是我今天才从香港再次抓出来的最新的数据 我把一些不是房企的都滤掉了 事实上不是房企的问题也很大 来 这些你看到都是房企 而且我只看美元 人民币债利率会更高 你看看这些房企 你看到这道旗子 好 譬如说我们看第一档好了 2023年到期的这家公司年席 14.25% 年席不是平均 不是 这个都是年席 所以你想嘛 我们这边 这个信长老师 如果今天利率这么高 我还要做投资吗 而且还美元在 我又不用担心这个汇率会损的问题 好 那我们就抓刚刚讲到的 恒大 来 恒大底价12% 什么时候到期 2024年 美国十年齐功在这两天 不是跟你说又飙高了 多少 1.7而已 而且那是十年 这多少高2024年到期而已 差了八倍 三年而已 结果22%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要给这么高的利息 当然就是借不到钱 而且我们刚说 美元债 我们没有看人民币 如果看人民币 还有到十六七%的 所以你就知道 中国这些地产公司 真的很惨 好 他利息给那么高 出了问题 那北上广深的房市怎么办 好 那我们先看到 基本上是中国人行 开始在做一个动作 中国人行其实对他来说 也很矛盾 我一方面我又想打房 可是我打太久 就怕把你的房地产给打死了 所以你看他 他最近就找中国的 主要的这些银行 去开一个会议 叫做信贷结构优化调整 座谈会叫什么 第一个原则告诉你 我还要继续放水 因为我不放水 你这些企业死得更难看 继续印钞票 好 可是我放水 这些钱又怕 我本来是要给你 这些企业纾困 又怕你跑去炒房 是 那这就很矛盾 好 所以我 我们可以看到 直接这些北上广深的大城市 来 我们先由南往北看 深圳 我过去一段时间 很常去深圳 那当地的房地产 这价格真的是 夸张的可怕 大概二十几坪的一个房子 再不是很好的市区 我去的地方叫蛇口 他已经是离市区 有一段距离 有一段距离的 二十几坪的房子 大概基本上六百到八百万 人民币起跳 六百到八百万 大概是两千五百万 到三千万左右 而且我说地区 其实很偏偏 他已经靠近港口 那地方其实不是很好的地区 都已经卖到这种价钱 你就不要说市区了 所以在过去 他的房子真的是太热了 因为深圳地方 其实很小 但是深圳的人口数 常住人口 不要说那种 就是只有这个 有附级的 常住人口 大概就两千五百万 比台湾还多了 所以他就是一个小小城市 所以他以前房地产很热 但是这一波 深圳市政府 从三月份就配合 刚刚我们说的 人行的政策 开始要打房 打什么呢 就是你这些 本来我是借给你 紓困的企业的钱 你都跑去给我炒房 哇 结果消息一出来 趁你还没打之前 我赶快去抢房子 结我房子 一夜之间暴涨五十万 注意人民币 有上次那种好的房子 更贵的 居然先付五百万 什么叫做认酬金 就是我房子 还没有公开发售之前 你愿意先付我订金的 到时候我要卖的时候 你优先 优先而已 对 光这优先钱五百万 居然还要排队 哇 这我很算不赔 我当然去排队 问题就是大家担心 深圳开始打房 以后真的就是严东来了 那深圳不行 离他比较近的广州 广州就有搭得好 所以地方近 所以广州现在房地产就很热 因为知道你深圳要打房 我买不能买的 我就往这边跑 因为反正北上 广深都大陶器 所以广州的状况相对好 那我们刚刚看的是珠三角 我们再看到长三角的部分 上海的地方 过去其实也还不错 可是注意到 他已经进入到深秋 冬天快到了 对 冬天快到了 为什么 因为整个这个地区 其实经济也面临到很大很大问题 好 可是上海不好的话 他就往旁边周边的城市去跑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上海的部分 再看到天子脚下的北京 北京基本上也很矛盾 到底要不要打房 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所以目前北京的状况还算不错 但是它是晚下 就是说没有广州那么热 可是也还算可以 因为天子脚下要打房 不打房都是个难题 但是有个 是夏末秋初二的 但是有个地方真的就很惨了 这个地方叫做郑州 郑州的房价 光这段时间以来 基本上房价腰斩 我们之前不是有曾经讲过 那个有人要免费送房给人家的 基本上就是在河南河北这一带 为什么呢 尤其是郑州为什么这么惨了 因为他们之前都以为 因为郑州大家注意 他是鸿海富士康的大本营 大家以前都觉得 富士康行李就会扩厂 所以他拼命的盖房子 结果没有 尤其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昨天鸿海公布他们的财报 他们去年获利减少百分之十二 第一季不如预期 而且他是八年来获利最差的一年 所以大家以为要扩厂 结果没有了 只好开始大量的卖 所以有房仲业者 本来你要买房子 要三成自备款 现在买五%就好 那剩下的二十五%怎么办 我让你无息分歧 付款也只能这样子去卖 要不然房价腰斩 你说要怎么办呢 打房这种事情有说 有点尴尬 平平老百姓当然都希望你打房 但是帝禁是帝禁 如果真的把房市打趴了 对经济会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什么 我们刚才提到有些地方 有些涨 有些地方跌 但是居然房子有白菜价 就是你这个面积 可以摆多少白菜 那个白菜一颗五块 这个房子就以这样白菜的数量 来算 看有这个事情 所以我会觉得蛮感慨的 以前我们觉得很厉害的 北上广深 有分春夏秋冬 那在周边边边角角的 接下来只能轻轻拆菜了 不过我们说到 刚刚不是说 鸿海郑州厂那边不是房子 跌了一大片吗 但我觉得蛮奇怪 台湾就蛮不一样的 我们哪个地方盖场 哪个地方就发达了 这的确是有一些 蛮相反的情况 昌星哥 所以我想其实我们说 有天龙就有地虎 刚才提到北上广深 都会不会去 可是反过来说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 他们真的有一个买房梦 那这买房梦怎么实现呢 就是你闭着眼睛 往最偏僻的地方 放下去就有机会买到 我们举几个地方 包含我们看到的东北 其实现在就算 比较东三省 东北的哈尔滨 以北 还有我们看到的云南甘肃 这种都是比较落后 然后比较赚不到钱的地方 基本上它的这个房价 相对比较便宜 我们说青菜 青菜价格怎么样 青菜在这里 大家看这个 这个价格大家就会看到 其实第一米叫贺钢 它基本上也是离这个 所谓我们看到的这个 东三省压力将以北左右 基本上这里的贺钢 是怎么样 每平单价 每平方米是两千一百块 如果大家没有概念 大概就乘以 大概十三到十五 等一下一平 台湾的一台坪来说 就是两万六千块 两万六千块 其实来说 其实相对比较便宜 那你说东 这边其实最贵来说 其实一坪来说 至少大概都是五万块左右 这样还不够 其实在当地 基本上都没有人在讲 一坪多少钱 都是一间多少钱 所以你来看这边的图就是 一间多少 四万九 六万 当然这单位是人民币 四万九 六万 三万七 三万二 那可能就怎么样 都是大概十三坪到 二十坪左右的台坪的价格 所以你说四万九 六万生命租 一间房子 整间房子好好好 就是二十万台币不到 所以说大家看到 上海的房子 北上广深大 朱老师有讲过 尊准的一间 放在多少 放在三千万 这里怎么样 一套只要三十万 二十万 所以你那个钱 可以在那边买一百五十套 但没有人要买 没有人要买 好 那菊英讲到重点 为什么 你应该好像走回家 走你知道吗 整个穴穴穴 这个说到 你讲到重点 其实有很多大陆 有很多的我们说鬼城 鬼城是没人住的 但是这个赫岗这个地方很有趣 他其实有人住 那他这个赫岗这个地方 大概六十万个居民左右 可是这几年最有趣的状况 就是说 为什么他的房子这么便宜 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台湾的 这个围老都庚一样 他们要都庚 不是 他们已经都庚过了 因为早期他们是做煤矿的 他为了把这个煤矿的 煤田人拆走 让他怎么 因为已经没有煤可以挖了 所以他就来做都庚 那这个都庚 其实对他们来说 叫做盆改 叫盆污 这意思就是 我帮你拆走的时候怎么样 我帮你就地重建 那是为什么当地人不喜欢 因为手续很复杂 就类似说 我们帮你公办都庚之后 你多久之内不能过户 过户很麻烦 所以没人要买 那时候 比如说后面 才有这种所谓的 我们说的改建 或者说拆迁的时候 直接用钱 那钱就好解决了 所以当地就出现这时候 我们类似的那种所谓的 大量的都庚屋的时候 就像一落千丈 大家不要 第二就是说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你看在这个东北的地方 其实都是什么 其实都是在做什么 都在做这个所谓的煤炭的生产 那煤炭生产 其实在这个九零年代 到我们说的这个两千年代 很多 但是生产资源的地方 歐了 歐到没东西 长征哥 那东北房子现在白菜价 那辽宁复兴那边怎么样 其实辽宁复兴也是一样 都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 五十六平方米 大概有成零点三 大概十五倍 十五倍多少 售价两万 两万是什么 人民币 两万超资 所以其实非常多的这个 我们说的中国人 他在北京北上广深 买不到房子 他就去这边 我一整排都可以包裁 整排包裁 不要说包裁 至少我跟人家说 我有房子可以住 我就可以娶老婆了 所以真的是在网上从2019年 有人开始直播说 他去买房之后 变作是怎么样 低价买房团 到东北去买房 跟家人说我有房子 不过 不好意思 这个房子在远在天边 所以说这个其实 我在这... 你可以把他包下来 你就可以自己投票 就当主委了 对啊 你还可以包一排 一间两万 一间十间 二十万而已 其实我们提到这个重点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很简单的一个点就是说 这个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东北 各位可以看到东北 其实东北的这个牡丹江 还有哈尔滨 其实这边其实比较南边 所以他这边的房价比较贵 最贵在这个 看到牡丹江多少 房价五千 五千多少 五千大概乘以十三倍 大概六万多块 一坪大概六万多块 其实还是很便宜嘛 为什么 大家要知道 其实第一个他靠俄罗斯比较近 是 第二个 这个地方就是东北 他的人均 我们说一年 他的人均的GDP 其实在我们说的人民币来说 大概是两万五到三万 第二高也才五千块人民币 怎么这么小 对 所以表情 我们刚才说 这个地方赚不到钱 就像我之前去大连一样 大连有一个大连交易所 可是大连交易所赚了钱之外 其他真的民不聊生 那这个地方赚不到钱 当然没有人要买房子 所以所有的年轻人都离乡背井 到北上广深之去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 大家就知道上海现在的什么 上海现在的人均是七万人民币 其实还算低 不过比起我们说的这个 我们看到的这些东北 东北大概只有两万多块 大概是三倍多的这个价差 所以现在我们说的中国市场 就变成什么样 非常大的贫富不均